今天我们来看更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做口腔重建分析的时候 那咬合器上的一些使用 那之前我们有在这个医学新制也探讨这个课题 那尤其呢在口腔重建这么复杂的一个病例的时候 那咬合器就更重要 那咬合器呢一般在学术上 我们会把它分成一到四级 第一级的咬合器 其实它就是像一个简单的门把 所以呢它其实很少有很实际的咬合功能 所以呢它大概不太适合口腔重建在使用 那第二级的咬合器 它其实的size它会比较小一点 那虽然说像这种咬合器感觉还可以 但是当你做比较复杂的一个咬合病例的话 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很适合 而且它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运动上的一个表现 那这是第三级的咬合器 那第三级的咬合器我们又称之为叫做平均值的一个咬合器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第四型咬合器 那第四型咬合器一般就是通称为就是一个全调节的一个咬合器 那这些全调节咬合器的的话就会更复杂 所以呢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二关节的一个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个呢就是全调节咬合器的一个重点 那不管你用第三级或是第四级的咬合器 那我们都必须使用解剖性的一个面弓 那什么是一个面弓 面弓的的话就像我们有一个头颅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TMJ 就是二关节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门牙 那它就可以把空间的一个三度空间的关系 然后呢能够去做一个很理想的一个表现 那虽然的的话是说 这些好像是一个老掉牙的东西 那很所有的牙医师在他们大学里面都会教这个 但是因为它使用上比较麻烦 导也不是因为一些价格的因素 所以牙医师就比较不喜欢用 但是呢如果对一个口腔重建 或是音妇的一个专家的的话 如果你能够适度的去使用咬合器 那这些空间的资讯 就可以完完整整的表现给技师 那甚至呢就是说 现在的的话一些未来的一个CAD CAM 或是3D列印 我们能够透过电脑做一个虚拟咬合器的部分 那由虚拟咬合器就可以回馈到 我们正常的临床使用 未来会碰到的一个分析 就像工程分析一样的 那通常呢我们在口腔重建 就像之前提的 我们会有两组的模型上上来 那这个模型上上来之后 我们除了去看说 哦这个咬合的支撑够不够之外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动态的资讯去表达出来 由这个部分的的时候 我们甚至呢在未来做一个重建的一个病例的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去使用它 那例如呢有这么多的一个牙齿 那我们呢就能够把它上在这个咬合器上 那在这个咬合器上我们可以去模拟每个人的一个前凸 或是侧方运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 那透过咬合器 未来我们在制作假牙就会相对精准很多 所以呢如果你所做的假牙是很多 你做的咬合分析很多 对一个口腔重建的医生来讲 这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第三级或第四级咬合器 就是一个使用上非常重要的重点